大家好,我是凤梅 欢迎收看《岳家新雨》第二季 在我参加中学华乐队之前 其实我对这些乐器都不是很认识 我只知道一个乐器就是笛子 那么在乐队玩奏之后 就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乐器非常吸引我 就是二胡 我感觉他的声音非常的甜美 有点像人声像唱歌一样 可是当他演奏那个激情的部分的时候 他又很刚强 主要是因为我的性格可能也是这样 就是有柔有刚 所以这个乐器跟我有点共鸣 在几年前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就在一个丹宾尼联合工 成立了一个乐队 主要的对象是乐龄人士 其实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不是学员们跟我学习而已 大多数时间是我跟他们学习 为什么呢 他们是一群很有人生经验的一些老人家 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学的东西很多 他们积极的态度 还有他们很认真 还有他们的慈祥 这些都是我要学习的 所以我倒觉得到最后得益最多的反正是我自己 除了有我喜欢的工作 还有我一个很和谐美满的家庭 还有我的先生是非常很爱我照顾我 因为跟他感情很好 所以每天都好像活在很幸福之中 就很快乐 赞同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认识是因为 他是我的超级粉丝 几乎每一场演出 每一场彩排 他都是跟随在我的身边 帮我提着我的一壶二壶 任何一样 需要他帮忙的他都会出现 我非常赞成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包括以前到现在都是 确定 非常确定 开始学习二壶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向专业这条路 也没有为自己铺路 而我这条路呢 其实都是别人一手在跟我铺好的 像比如说我碰到我的先生 他一直在帮我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么我也碰到 潘耀田先生 把我带进南洋艺术学院 主修二壶 那么我也碰到 顾立明先生 把我带进人民学会职业华业团 到我们转过来成为 新加坡华业团 这一路都好像是很顺利的 别人一直帮我铺 但是整个过程中 我很确定的说我是很努力的 在练自己的琴 所以我想对大家说 如果你们真的在学习一样东西 乐器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你要付出 要去喜欢它 好好的去练 先不用想它的结果是怎样 只要你努力 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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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